彩虹生下一颗一亿豆 吃到地图再次突破分数起限 那边有座山 山上常年挂着一抹彩虹 据说在很久以前 那抹彩虹生了一颗一亿豆 而那彩虹为了豆子不被别人吃掉 便一直守候在豆子的身边 你的任务就是想尽一切办法吃掉 非得吃什么一亿豆嘛 我看这里的五分豆二分豆也分运有从啊 等会 隔十百千万 十万 我觉得这个一分豆还可以再找找 正好刚刚看见这里有个传送门 哈哈 想去彩虹豆山 门都没有 咋没有门 不就在这后面吗 都说了没有门 咋不信呢 我不信 都到这了 总不能空着手回去 哦 果然还有 嘿嘿 看在你切而不舍的份上 那就奖励你一颗十万分豆吧 十万分 十万分够谁吃的 给我一亿分豆 给我一亿 不准投赤为了豆子 终于堆十分豆 搞得学习的吃一样 还是吃吧 万一这里有找到一亿分豆的办法呢 可恶 没有 差点忘了出生点 这儿还有个房子 嗯 两个传送门 该选哪个呢 左边 右边 二楼还有传送门 我看看 五分豆 行吧 总比没豆好 不是作者 五分豆你都舍不得给我吃啊 放一堆模型个这儿啊 很难相信 最后我还是找到了一亿分在哪儿 只是 吃到它的要求有点奇怪 大喊芝麻开门 嗯 芝麻开门 没用啊 难道是位置不对 哈哈哈哈 骗你的啦 找找钥匙吧 哈哈哈哈 坐着你看我像傻妹不 钥匙在哪儿 我好像找到了 但是这儿有堵空气墙过不去 所以我找了个bug 最后还是拿到钥匙了 扬车 俺还在一个人 我所做的 大喊芝麻 我 igual我 现在 扬车 пол 出人 还是